为了改善基隆路辛亥路口肇事频传的情况 交通局从15号起事办封闭基隆辛亥路口东侧西网东的回转道 希望减少车辆交支的危险现象 而交通局评估未来如果事办良好 基隆辛亥路口东侧西网东的回转道也将会正式封闭 根据交通局的统计 民国100年基隆辛亥路口车祸件数共有73件 造成73人受伤 为台北市十大亿肇事路口排名第二 为改善本路口肇事频传的情况 交通局决定封闭此路段东侧西网东回转道 事办期间为期六个月 事办六个月时间来把这个回转道给封闭 把动线单纯化看看这个成效怎么样 那一般我们大概都会做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观察 主要是让这个驾驶人能够熟悉这样的一个路线 一个动线的调整以后 然后才能够比较能够清楚地看出它的一些成效 交通局表示 基隆路新开路口为往返市区与新北市的主要干道 而每到了尖峰时间 车量大增再加上耗制周期时间长 因此不少用路人为了抢时间而滥用回转道 造成擦撞事故 发现快来不及过这个路口的时候 它也会比较投机的行为往东先右转以后 然后经过这个回转道 然后再立刻又左转再右转 马上接回去这个基隆路一个状况 那就常常跟新开路往东的一个车流 产生擦撞的行为 那我们发现这样的造势情形很多 交通局预计从15号下午开始 事办封闭基隆新开路口东侧西往东的回转道 不过东侧东往西方向回转道人开放使用 未来如果事办良好也将会正式封闭 中佳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道